我们自己有一份功夫 尽踪这个法门要知道 阿弥陀佛就加持你 他加持给你的 跟你的功夫是成真比例 你有一分他就加持一分 你有两分他就加持两分 加持总是相对 跟你相对同等 这是感应这个道理 弥陀加持你有没有心呢 没有 绝对没有起心动念 这是感应 我们有感他就有意 我们要是起贪嗔吃慢 自私自利起这个念头 也有感应 也有加持 谁来加持 六道里头磨了加持 他加持也是相应的 你有一分他加持你一分 麻烦了 不能不知道 所以不但我是不能干 我的念头最好都不要有 我念是我心的根 你先有念 你先有念 而后才有心 我念的根断掉 你就不会 做我死了 这一段事情 像我们这种根性的人 如果不是天天学习大乘经教 不行 我们看到这些外国科学家的报告 他们也说了一句话 最好的学习方式是教学 这话说的好 中国古人家教学相长 不但帮助别人 同时帮助自己提神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没有一天离开教学 做出了样子给我们看 那我们要是想教学 是这个奖金 没人听 没人听自己听 早年我在美国 美国环境跟中国不一样 在中国每一天奖金都有听众 在美国不行 他要不是假期的话 他没有听众 所以在美国讲经 一个星期只有两天 星期六星期天放假 大家可以来听 平常的时候 工作他很忙 没有时间来听 所以在美国讲经 没法是天天讲的 一星期讲两天 那怎么办呢 还有五天都没机会 我们有方法 那个时候有 没有录像的录音 我们有个小的录音机 摆在面前 对他讲 讲完之后放出来说 自己听 一天都不能恐怖 你才能保持进步 古人说读书 佛法里你在修行 不静着退 不能不静静 天天要往前进 才能保持住 不退转 所以自己要有方便 自己要真正干 要把这一桩事情 当作是自己一生 最大的一桩事情去做 尤其是经中法门 为什么我们天天 要在研究一些经教 帮助我们 断一身陷 帮助我们兼顾 求生净土的愿望 让经教 这些诸解都是 祖师大德 他们修学的心得 提出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在这边 得到很大的启示 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干 所以 这些都是我们的真相远 新开放 那我们在损入 这些诀论